19日,李某某等五人涉嫌强奸一案,在北京市一中院二审,五名被告呈求车抵达庭审现场 庭审从上午九时许一直持续到晚上21时50分,仅中午休息半个小时,此案未当庭宣判 据知情人士介绍,上诉方律师都做无罪辩护 提交的新证据包括被告人家庭自然情况、经济条件以及一份视频资料 替律师本人到案发现场模拟案发经过,用以证明从客观上被害人关于当晚经过的陈述存在不实之处 而法庭认为,这些视频在取证方式、证据形式上都不合法,也没有什么效力,因此依法驳回 据知情人士透露,李某某一直坚持本案,只是嫖娼,不是强奸,而自己压根就没参与 一审时,他解释称自己喝醉了,睡着了 19日二审时,他又解释称,一进事发房间,就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出门接了十多分钟电话回来后,什么也没看见,也没参与 庭审最后,孟哥当庭求情,称希望公正判决 此外,被害人的诉讼代理律师表示,认可一审宣判,建议二审维持原判 此外,同案律师称,李某案二十日不会再开庭了,宣判时间,法院会另行公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